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貝貝 我們今天來到高雄的夢時代 要來吃是麻辣麻辣火鍋啦 那這間麻辣火鍋呢 它主要是以美國牛肉為主 那還有各式的海鮮 像白蝦啦 蛤蠻啊 我剛才看到有小管對不對 小管啦對不對 那反正不管怎麼樣 話不多說我們就進來吃看看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的臉書和IG才不會錯過最新通知喔 拜拜 好啊 我們現在已經就座啦 那我們已經點完餐了 我們今天選的價位呢 是988的價位 那可能還會再加上一串 對 那它剛有一點小差點 所以我們被送了牛舌跟天使鋒殺 其實那不是什麼多重要的事情 但是它好貼心喔 然後呢 我們點了鴛鴦鍋呢 那是鴛鴦鴦鍋 還有一個是經典的麻辣鍋 我們就快吃看看吧 我一直認為說 在用麻辣鍋吃牛舌 不是麻辣鍋 火鍋吃牛舌 真的感覺沒有到很好吃耶 你看它的牛舌 好啦 它是嫩的耶 又顛覆你的成像了 因為我們上一次吃到一間那個 牛舌用火鍋的 超難吃 它的牛舌是嫩的 舌頭很不像舌頭 它舌頭很像肉片 那特別是它的麻辣湯啊 味道非常的濃郁喔 你連 你把那個肉放下去 它有的其實肉不會沾到麻辣湯的味道 只會沾到它的辣味 但是把麻辣湯的味道給吸起來 我覺得是OK的 再來這是它的 極黑和牛 它其實還沒滾 我就是想吃 我餓了 這是它的極黑和牛 不好意思 我都沒有沾醬亮 我覺得不會說是有忘記拿醬 它那個 極黑和牛 沒有我想像中嫩耶 沒有不要嫩嗎 和牛蒜的肉不要嫩 那我們現在吃看它的五花豬 它的五花豬搞不好也是好吃的 因為它白糖白糖也滿好的 再來就是它的台灣精選五花豬 它豬肉比牛肉嫩耶 它豬肉好像比較好吃 吃看看這個 Chiris的餅乾牛牛五花 吃看看這個 Chiris的餅乾牛五花 看 它比較嫩啊 比較嫩 比較好吃 吃起來 吃起來 Chiris的熟成菲瑞牛肉 熟成菲瑞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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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熟成了 就熟成了 你看它 秀肉占比較大部分 對啊 也是屬於比較有口感的那種品種 再來呢 就是 Chiris的頂級牛梅花 看看 它牛梅花 它牛梅花 因為有油脂 所以也是嫩嫩 再來呢 就是它的黑毛河牛 我來吃看它的黑毛河牛 感覺油花非常漂亮 吃看看吧 有啦 有在哪 就是它這個 小羔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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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牛肉很嫩 它牛肉很嫩 所以它的五頂就上來 它的五頂就上來 它的五頂就上來 切得比較薄 所以 丟下去 又化開了 你現在吃碎肉片 那也可以不用點了 我感覺 因為有點太疲了 吃看看松阪豬 吃看看它的松阪豬 松阪豬好嫩 它滿豬是可以點的嗎 嗯 我覺得好吃 這邊還可以拿酒 無限場 那我已經開始喝啤酒了 它這邊酒是無限場的 對 那我們一個人吃起來 應該是一千 出頭啦 大概一千塊 一千一零那邊 等一下又要來剝蝦了 它們點餐飯吃啊 是用推碗扣 那有肉品啊 菜盤都可以在推碗扣上面 推碗扣上面點 它的肉還是比較 然後推 推毛和牛 羊肉也行 小高羊肉也可以 松阪豬也很好吃 吃起來比較嫩的部分 它的美國推米的餅筋 牛莓化也滿嫩的 說到嫩喔 大部分就會知道 油花可能也比較多 它這邊新馬拉人 現在有活動喔 你只要在身分證上 對上289 三個號碼 重錄也沒有關係 只要對重其中兩個數字啊 天使紅蝦跟醃汁蝦 就可以無限量吃到飽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它1098的價位 就有天使紅蝦的 這是什麼 還要吹多紅蝦 我有點搞不清楚 應該要送龍蝦之類的 那還是有點怪怪的 然後像它的飲料類的啊 它下面 其實佐料下面還有雞蛋 它的雞蛋也是無限量群的 然後飲料有沙瓦、咖啡、茶類 烏梅子等等的 那它的汽水類的啊 有沙士跟冰卡的可樂 甜點的冰淇淋類啊 有莫凡底跟它跟大汁的啊 大汁 大汁 好辣 也是都可以無限量取用的 我們現在來拍招吃看那個雞佛 它雞佛是煮麻辣湯 對一杯都不吃雞佛 對一杯都不吃雞佛 還蠻好吃的啊 我覺得很好吃那你多吃一點 你要點八顆吃啊 可是這也不能吃太多啊 會膩啊 來吃看它的蝦 它的天使紅蝦呢 跟不管哪裡都一樣 蝦腸的那個沙都是滿的 你看看 因為天使紅蝦本來就適合生食 它吃熟的 腥味就很重 它的白蝦齁 它是比較硬 然後 裡面都比較硬 比較 滷 然後白蝦比較脆 比較一點 白蝦比較脆 我們先慢慢吃 等一下吃飽到外面去做街尾吧 跟跟見 好啦我們吃飽出來啦 我們剛剛點的價位呢 一個人是988加10%的服務費 我吃下來呢 我認為它就是 它大部分都是肉類 肉類的話隨便你吃 它有非常多種類啊 像喝牛啦 黑牛啦 然後牛小排 不管牛小排 煮下去就花開 然後 它的肌佛很特別喔 肌佛貓說蠻好吃的 另外一點呢 是它沒有自助吧 但是它的飲料部分啦 光冰淇淋就有 莫凡筆跟Hop Duff 媽說它的啤酒呢 不是套水的啤酒 是可以倡飲喝到飽的喔 而且完全沒有加水 我是喝不出來有沒有加水啊 有的啤酒真的會加水 我個人會認為呢 它的交通還蠻方便的 因為輕軌 到孟時代 過個馬路就到了 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喔 用餐方面的話 我會認為 比較適合網美來用餐 因為它很多網美牆喔 但是選擇上 跟食材的多樣性呢 就會比較少一點 今天新馬拉的開箱 就開到這邊啦 如果還想看我吃什麼 或是去開箱哪一天贊 您在下面留言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追蹤我的臉書和IG 才不會錯過針線 剛吃到的 掰掰 掰掰 拜拜 拜拜 都要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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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